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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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靳远 靳总 有几位警察先生找您 对 一个包 麻烦你们有消息的时候通知我 谢谢 几位是 进度大队 黄伟忠 进度大队 来 请坐 是喝咖啡还是茶 随便 经理 三杯咖啡 是的 请坐 靳总 我们今天来 是为了昨晚立渡公馆的事 想请你协助调查 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尽管问 是这样 我们昨天在现场发现 一个装有美金还有枪支的包 请问这个包是你的吗 这里边装着十万美金 是 这枪是黑色的 是 那这就是我的包啊 早知道在你们这儿我还报什么案呢 我们是想知道啊 您昨天晚上为什么带这么多钱 还有枪去律徒会所 去买画 去买画 买画 那为什么约那一地方 是这样啊 警察同志 可能你们不太了解我们这个行业 一个画家 他的画卖给谁卖了多少钱 他不一定想公开 因为 应该设计到方方面面的因素 甚至会影响到 他在拍卖市场的行情 小冬现在太火了 我跟他是朋友 我特别喜欢他一副作品 所以呢 不能让别人知道 需不需要给小冬打个电话 我们已经打过了 那 我说的话属实吗 那请问一下这个枪怎么解释 我想这个枪你们应该已经检查过了吧 那就是个玩具 小冬平时喜欢收集这些小玩意儿 我看那枪不错 所以我就买了 然后就送给他了 这 这有违法吗 请进 来 先尝尝这个咖啡 请进 靳总 我们昨天发现 你和一个女服务员接触过几次 那个女孩呢 你们这话一下把我们蒙了 我记得我昨天没有要过任何的服务 我就记得昨天我在上洗手间 然后听到外边闹哄哄的 等我出去以后一看 怎么打起来了 然后所有的人都往外跑 跑着跑着 就把我给挤出去了 然后这个包 就给挤忘了 然后 但是我印象当中 好像没见过您说的这个什么女服务员啊 我们从监控里发现你和那个女孩在一起 你们一起出去的 这个女孩涉及一起重大的案件 那会不会是因为所有的人都在那个门出去 正好她就在我的旁边跟我一块出去了呢 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出来的时候就我一个人 然后我就自己开车回家了 你们说你们是嫉妒大队的 不会这件事情跟毒品有关吧 那那么高档的一个地方 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呢 对不起 过度的案情我们不能透露 那 我那个包什么时候能还给我 不好意思 靳总 你的包 我们暂时还不能还给你 那十万美金 我们也暂时不能还给你 我懂 我会配合你们调查 等什么时候这个包可以还给我的时候 跟我说一声 我派人去取 行 靳总 谢谢你的咖啡 应该的 你们警察也挺辛苦的 我还给你 师父 这小子对我们用一副完全不在乎的样子 谁说人家不在乎我们了 人家还请咱们喝咖啡了呢 无外乎是两种情况 要么他昨天晚上就知道是谈豆的 要么就不知道 但是 只要谈豆的还活着 他一定会去找他的 我现在就去决定打报告 你们俩从现在起 给我二十四小时监控他 薄薄盯紧了他 说不定 就能发现什么线索 好 那走了 嗯 好 吃吧 就吃这个呀 这里就有这个 吃不吃啊 吃面包总要配果酱吧 果酱有吗 奶油也可以啊 等等 走走 这么高也敢跳啊 跳啊 这里叫不到救护车哦 坐 坐 坐 你不吃是不是 让我收走 绝对我不吃 我就在门口 你不要想逃 听见没有 知道了 外面就外面 我怕你吗 我怕你 吃什么 我怕你 诶 师父神算啊 тут 我这里已到 Pete 好 喂 维哥 开快点呗 估计是发现什么了 跟他一起容易暴露 你干什么啊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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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把这针拔了 我 我得出院 你来的时候四十多度 你还出院呢 甭帮我来的时候多少度 我现在好了 好不好 你点滴还没打完呢 你怎么把针给拔了 行 点滴已经打完了 你赶紧 对 我 我衣服呢 你帮我衣服拿来 我得出院了 你怎么吵人呢 黄医生 病人要私自出院 谁同意出院的 黄医生 是吧 您好啊 您说我出个院嘛 还非得 谁同意 是不是 再说您看我 我都好了 好没好 我说了算 我是医生 坐下 我真的有特别重要的事 什么重要的事 比健康还重要 有好多事都比健康重要啊 不过我工作关系 我们方便跟您 透露太多 那就别说了 坐下吧 给他扎下吧 你们这叫强买强买啊 你小心我投诉你 你安静点 这是医院 你赶紧躺下吧 赶紧躺下吧 不是 你们这医生 怎么回事啊 是早更了 还是高失恋啊 人哥 他刚跟他跑 远哥 他刚才想跑 这是少阳 我的司机 也是我的兄弟 这是他的地方 别给他添麻烦 给你买点儿衣服 回头换上 你说什么 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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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你你 你知道我今天这么多的朋友 混蛋 夏昂 先出去 来 擦擦眼泪 等你冷静下来之后 能不能告诉我 你为什么会到这儿来 手甲心死你还问我 我为什么会到这儿来 要不是因为你我能过来吗 你给我寄的毒包裹 毒包裹上清清楚楚地 写着你的名字和地址 你还问我 第一 我没有给你 寄过这个包裹 第二 你想想如果真的是我 给你寄了一个毒品的包裹 我会写上我自己的名字 写上我自己的地址吗 那是谁寄的 我在北京好好的上车班 突然有一天 我就收到一个包裹 包裹里面装着冰毒 我还没有打开警察就来了 你说我一个地下室女青年 我没车没房没男友 谁害我 你说不是你记得还有谁来害我 放开 坐下 冷静 读读 这件事情是冲过来的 不是冲你来的 跟你没关系 警察都找到我了 怎么跟我没关系 要不是我逃出来 我现在已经在牢里了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坐牢 还有 你告诉我 你是怎么从警察手上 跑出来的 不要你管这么多 你不是说跟我没关系吗 好 走 这公安局证明我的情牌 说清楚呀 现在不能带这些公安局 为什么 我需要时间 要时间干吗呀 昨天贩毒没成功 你还要接着贩毒是不是 你误会了 我没有贩毒 我做的事情跟毒品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 七年了 七年来我一直在想 你为什么不要我 我经常做梦 梦里面我就问你 我说为什么 为什么 你从来不回答我 他们很多人说 你是恐婚了 说你爱上别人了 我说不是 一个男人他是不是爱我 我心里清楚 我看得出来 后来我就想 我想你是不是 是不是碰到什么难处了 你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去西安找你 我以为那是你的家 可是到了那里我才发现 你是高中才过去解读的 突然之间你整个人 就人间蒸发了 谁也找不着你 然后直到昨天我看到你 然后直到昨天我看到你 过得那就要一个好呀 再看看我自己 你真是傻到没面了 你不要讲 我不停 我告诉你经验 七年 我一直放不下你 但此时此刻我放下了 谢谢你 从我的世界里 彻彻底底地死了 放开我 少阳 把门关一下 别让我求求我 三天 你给我三天时间 三天之后我还你清白 不行 我要自己去自首 走 我要自己去自首 放开 是 你说的没错 几年前的靳远已经死了 你就等于是个陌生人 我请你再相信我一次 我绝对不会牵连你 陌生人 好 陌生人 我再给你三天 你怎么又逃跑了呀 你还有严正呢 黄医生 黄医生 远哥 你说谁在欣害你啊 跟黄虎配同一伙人吗 不知道 但的确我们这两年树立太多敌人了 不过他们也真卑鄙 居然对一个女人下手 但他们是怎么找到他的 我天天跟你在一起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我这个人 这才是整件事情里最可怕的地方 花了那么大的工夫 找出来我七年前的女朋友 恐怕不只是为了秋白会 你的意思是三天后的事 也说不通 我被警察盯上 对他们没好处 那是为什么 他们寄了个包裹 上面写上我的名字给逗逗 很明显就是为了让我跟他扯上关系 这个包裹里边放着冰毒 刚刚收获就被举报 上面写上我的名字给逗逗 很明显就是为了让我跟他扯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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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 都让我没法动弹 作业代弊 任哥 到底是谁的手段这么厉害啊 少阳 现在警察已经盯上我们了 我不确定 他们知不知道 关于豆豆这个冰毒包裹的事 如果他们知道 在今天见面的时候 跟我只字不停 这背后 可能没那么简单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帮我看住豆豆 别让任何人发现的 明白 黄队 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 这次在大地之声KTV所缴获的冰毒 是从这个叫杨平手里买入的 只是 只是什么 这次他又怀孕了 什么 又怀孕了 这 这都第几次了 算上一次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之前那一次他是刚生产完 正在哺乳期 所以说这次我们还是没办法关他 真是服了这姐们了啊 钻法律的控制命都不要了 行了 散会以后你送他回去吧 不然他又是我们虐待他了 好的 黄队 师傅 我刚接了一个电话 说原本明天早上到的那个快递 就是广西来五十多克大麻 好像说要推迟了 具体什么都收得到 没说 这个先不急 说靳远的事 靳远跟丢了 后来我们在关城守了一天 也没见他回来 我们已经把全市各个旅馆都排查了一遍 也没有发现谭逗逗 他手机号码我也查了 明信号 他故意关机的吗 这谭逗逗反正上能力挺强啊 只要盯住靳远 迟早会找到谭逗逗的 对了 还有那个包裹 大卫 明天你去当快递公司 重要线索啊 好 那你们都有任务了 明天谁跟我去定靳远啊 我去 我去 你怎么出来了 你回来干吗啊 黄队 那我病好了 我就从医院出来了 明天定靳远 我跟小猫一起去呗 谭逗逗本来就是我嫌疑人 她的情况我相对比较熟悉 不用你 不用你 我不希望我出警带个病号啊 你她的事就在医院待着 我不都说我病好了吗 黄队 真的 您要是想让我好的彻底啊 您就让我跟小猫一起去吧 我在医院我都快憋疯了 我刚才想让你heads 但是我去迢你 我到医院我把颓童带来 找到医院的酒店 你怎么找到医院 你把医院去找到医院 我都不是想让医院 你怎么办医院 你愿意有些人 你怎么办医院 我批击一下医院 这单子来的叫孙岳宝 需要他配合协助调查 让他过来一趟 他辞职了 辞职了 什么时候 大概三天前吧 说自己有急事非得走 他住哪儿知道吗 这个 真不知道 你们这儿的员工 你们都不登记住在哪儿吗 没有 这位先生 你都看到了 我真的不知道那小子去哪里了 谢谢 谢谢 大哥 您找孙岳宝 你知道他在哪儿 过 是这样 二宝他好赌 前段时间吧 听说他赚了一大笔钱 所以就辞职不干了 那我觉得吧 这货他改不了 最近他经常在淮南路 那一块活动 不然您去那儿找找 谢谢 小猫 小猫 你没打瞌睡吧 我怎么觉得 纪远这会儿不在公司呢 睡什么睡啊 我眼睛都没眨一下 你睡着了吧 你问他是不是发现 我们在监视他了 这事你问我呀 赶紧给许乐打电话 让他查一下靳远的手机信号 你马上帮我查一下 赶紧给许乐打电话 让他查一下靳远的手机信号 喂 乐 你马上帮我查一下 靳远的手机信号在哪儿 等你啊 你将许可派出信号 所以你要在家里 许可派出信号 给许可派出信号 也应该是什么 去指导的手机信号 不要这样 没什么 从身份规判 怎么办 呢 你认识到 número 偷尔宝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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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儿宝是吧 跑什么呀 我手里拿着钱呢 我能不跑吗 我 有个事啊 想找你帮个忙 麻烦你回忆一下 前几天是不是收了一个 寄到北京的快件啊 我天天收发那么多件 我哪儿寄得过来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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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件人的姓名 叫靳远 靳远 靳远在海滨是这么有名的人物 你会不知道吗 既然你记不起来 那就说明这个人不是靳远 那是谁呢 给了你这么多钱 你连工作都不干了 你们俩谁啊 你俩又不是警察 我凭啥回答你们俩问题啊 对 我们不是警察 你俩又不是警察 你俩又不是警察 我凭啥回答你们俩问题啊 对 我们不是警察 我就看见他写字的笔上 割着打仗牌吗 我看见他写字的笔上 割着打仗牌吗 是不那个啊 不是 那后面那个呢 也不是 那个呢 不是 不是 是不是他也跟我一样不干了 能动手的就能少说话 我 我 我早就知道你是谁 你信不信不让你身败名利啊 你说什么 没错 是我 所以你要想好 我俩之间 之前是没有什么恩怨的 但如果今天你不指出来 那个人到底是谁 我们可算是接上梁子了 这可不是小事 你不要在这儿威胁我 我一个人吃饱 全家不饿 是吗 金总 金总 拉我糟了 饶了吧 金总 金总 饶命啊 金总 所以啊 你要说实话 我也不想明天看到这样一则新闻啊 某快递公司员工 因为嗜赌 欠下巨额赌债 无力偿还 于昨日傍晚 跳楼自杀身亡 饶楼吧 我想 我做 我做 最后一个出来那个 戴眼镜的那个 啊 我给你讲啊 小萌 要么就是靳远 把手机留在办公室里 自己不知道怎么溜出去了 要么就是许乐查错了 不可能啊 从来没错过 这太鼓励了 一切都没做到 1个点 全都没有做到 1个点 我们怎么去搞 对 人都没有做 在这方面 请小萌 开到 好 好 好 喂 远哥 到家了吗 到了 逗逗怎么样 在屋里 没事 我今天不过去了 你照顾好她吃饭 知道了 如果靳远真的在公司 这会儿也该下班了 我的直觉告诉我 她肯定没在公司 直觉 喂 怎么乱动别人东西啊 我动一下怎么了 又动不坏 笑的奇怪 远哥说今晚有事不回来了 不来就不来呗 我又没让她来 那今晚就我们两个吃喽 知道了 你想吃什么 泡面 泡面 嗯 还有呢 就泡面啊 就泡面 对地下室青年来说 泡面就是人间美味你知道吗 好啊 你想吃泡面就泡面吧 你远哥今天晚上不来 那她后天怎么会来吧 她答应我 就等两天呢 远哥答应过你的事 她就一定会做到 放心吧 那就好 你跟她说啊 我现在呢 就想早点把事情解决了回北京 不再跟她有任何瓜葛 好 你这儿还有WiFi啊 当然有 那把手机给我吧 不行 为什么不行啊 你把我软件在这儿还不够 还没收手机 哪有这样的 那是我的手机 你凭什么没收啊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你远哥今天晚上有什么事情啊 远哥很忙的 至于什么事情轮不到我问吧 你真那么想打我教你吧 不用 你这样会受伤的 你管我 我不跟你废话了 不能这么干耗着 我得进去看看 我们的任务是监视 你别发神经啊 你放心吧 不会发现我的 哥上大选那会儿侦察课 从来都是第一名啊 我 不是吗 什么呀 什么呀 什么不是啊 我看见他刚走出来了 你不是直觉他不在吗 你怎么不就算命了 行了行了 别废话了啊 赶紧跟上 赶紧跟上 你过来 我得明白了 快点一下 你去过家啦 我给你自己去过家 我帮你去过家啦 你过来看我呈得我在吧 不想起来 我差一个小孩 我看在我把你灌醉之前 还是先把帅说了吧 我就喜欢你这个个性 确实有件事 我要请你帮忙 其实啊 当年你替我挡了一酒瓶 我心里特别感激 一直想找个机会报答你 你好 你好 看需要点点什么 谢谢 今天你能找我帮忙 其实我特别开心 我先看一下 有人在监视我 你去把我当成你的客人就好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直勾勾地盯着人一样 发现了怎么办 我必要是说话这么小声吗 我搞得这么猥琐 我跟我们被人发现好吗 我明白了 那么从现在起 你跟我说的每句话 我都当情话听了 大藏拍卖的长志远 和他那个戴眼镜的姓罗的秘书 是不是经常到你这儿来 明天你帮我约下罗秘书 从他嘴里给我套条话出来 关于什么 他们给我一个多年前的朋友寄了一包毒品 毒 我想知道他们怎么找到我这个朋友的 目的是什么 这 这是在谈价钱的吗 不是 这孙子要是因为嫖娼被抓了 那咱们之后的工作怎么展开啊 不干你的事好吗 宝贝 我错了 别生气了 来 别生气了 我自发一杯 一杯可不够 要发三杯 你说这孙子心也够大的啊 刚发生那么大的事 还有心思在这儿风花雪月 你们北京人为什么动不动就叫人孙子呀 多不礼貌 这是爱称 表示我喜欢他 孙子 很快 但是他真心的 我们就把他点你回来 先不靠 连老子都敢想问你 想问一下啊 你就是什么 我是你保护人呐 保护那些只是犯子 小文团结的人呐 我就是按照你的名单上的那样 那样去保护的呀 他们不早会有什么办法 吓死他们 你最会吓人了 我最常常吓人了 你们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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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我吃饱了就睡也睡不着 我出去散散步什么的 是吗 外面那么黑连个路灯都没有 那散什么步啊 我是有人生自由的 你要把我在这里囚禁多久啊 不晓得得问远哥 我没办法做主 进去吧 走走走 好好好 不走也不走 好 那你也别看电视了 陪我聊聊天呗 好啊 你聊什么 就随便聊聊呗 比如说 你远哥有没有女朋友 就聊这个 当然有啊 怎么没有 有啊 他干吗的 干吗呢 你说哪一个 哪一个 还有几个 还有几个呀 四 五 六 七 这么多 还不过没一个正式的 都玩玩而已 像远哥这种年轻高富帅 哪一个女人不想攀上来啊 你说是吧 来者不拒啊 渣男 你别说那么难听 远哥在感情上也是非常有原则的 他从来不论结婚嫁的 那就是玩玩就扔了呗 你这败类加渣男 再加个毒贩 我警告你哦 你讲话不要那么难听哦 而且远哥从来就不是什么毒贩 好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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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